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一直努力朝着更好 往更顶尖的方向努力 而很多人一直止步不前 对比其他开卖现场 感受到一博唱功提升了好多 综合考虑舞台灯光舞蹈动作表情 唱功,歌词,音乐,原创性等个方面 这次舞台无疑诚意满满 奉献了一场是听盛宴 我能理解对妆发不满意的 也能皆理解对舞蹈不满意的 毕竟每个人喜欢他的原因不同 今天还跟朋友聊天说起来 艺术作品要展现自己的价值观 而不是做别人让你做的事 一博的这个作品做到了 王一博一直在努力 朝着更好更顶尖的方向努力 而更多的人只会止步不前 当看到差距太大时 又不肯面对现实 只能各种拉踩诋毁 念是免费的 这些人可以好好听听 净化下JX的心灵 说不定还有就 我很喜欢这个舞台 大气磅礴 很震撼 很感动 这首歌无论旋律歌词 还有一博的表达都深得我心 小丑舞和蒙颜舞 已经开始呈现舞台剧的氛围感 非常喜欢 我也被惊到了 我知道他唱歌好 慢歌如山河星光 那声线太温柔了 可是这一次的念配上舞台 让我瞬间泪崩了 情绪被他紧紧地带动 我一个舞蹈粉 这次也绷不住了 这跳得什么玩意 连也垮了 身材管理失败 跳舞也没有一丝用心的感觉 还没有半舞跳得好 开始摆烂了嘛他 这个舞台很高级 是一部精彩的舞台剧 视觉效果拉满 现场版效果很好 而且最后的时候 还是一滴泪的滑落 他的完成度很好 情绪到位 男演员不到一定的岁数 能把角色刻画到出神入化 不太可能 早期成名作都是本色出演吧 王一博资源太好了 好处是可以一直有机会 和最好的演员学习 坏处就是没有给他 留太多是错的余地 希望王一博以后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